我猜您帮我分析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您是偏内向 更愿意自己相处 自己把这事想得特别特别的细 但是有能力站在大众面前 做流畅的表达 甚至带有感染力的表达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怎么检验内外相 有两个非常清晰的标准 大家可以自己思测一下 第一个是比较健康的 就是你现在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利益 就是自由支配 你是更愿意把这一个小时 自己待着 自己看看书 想想事 琢磨点东西 练点什么 还是更愿意把这一个小时 拿出去见见人 聊聊天 然后哪怕是陌生人 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都行 这两件事情 你更倾向于选哪一个选项 那很明显了 我肯定选前者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是内向是没错的 只有一个小时 对 我很纠结 时尔内向 时尔外向 我确实有一个 我确实说 我们还有一个标准 再双倍的确认一下就好了 第二个标准是 如果你感觉到情绪上有一点受伤 你是更愿意自己待着 还是更愿意找一个朋友 跟他分享和倾诉 自己待着 所以这两条都加在一起的话 就能够比较方便判断 自己的大概率的倾向 还有一条是 没有人是绝对内向 和绝对外向的 再开心的人 也有想自己待会儿的时候 再垂直纵深的人 也会出来跟大家交流的 所以应该说 内向也好 外向也罢 他并不直接决定 你能否成功 或者说成功到什么样的高度 其实不同的性格 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看你怎么样去开发自己 去引导自己 所以才有着我们多才少年舞台上 不同风格的少年挑战者 但是他们同样是出彩的 没错